我們再來在練習另外一個程式 就是說,我們假設讓使用者輸入一個數字整數 然後我們怎樣就做一個 1加2加3加整數的一個計算 甚至是n階層也可以 可以1乘2乘3的n階層的計算 好,所以一樣在這個程式一開始 你要怎樣?記得eco off 那eco off之後,你要希望使用者去輸入一個數字 所以你要set 使用者輸入要出於prompter 就是他印出一個文字來 然後讓使用者輸入 輸入以後就送到等號左邊的變數 所以你可以希望有一個num1變數 然後使用者會看到等號右邊的那些 你就可以寫一個please input input number 他就會等在那邊等使用者輸入 好,那輸入之後呢 你可以講,但正常你要做一些防呆 就是做一些確認他是不是數字 不過這個以後 以後我們再慢慢學 那反正假設他輸入是數字 然後我們先講 先intrack給大家看 eco 然後這個數字 num1 前面已經學過了 就num1等於 內容就是%num1 OK 好,那另外要pause 先做一個存檔 這只是debug的 就你隨時在一邊寫一邊 確認一下他有沒有錯誤 這在後面學寫程式 還有寫HT也沒有都一樣 你要不斷的debug 好,所以我們把它存成program 3.bat OK 那稍微簡單的確認一下他有沒有 輸入,然後有沒有印出來 好,所以 你看他就停在那邊 等你輸入一個數字 譬如說你把它輸入一個100 好 然後他就寫num1等於100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的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說 他怎樣 他做一個 回圈 然後做一個計算 然後最後告訴我說 1加2加3 比如加到10就好 我們就先設定加到10 因為我們比較熟悉 好,那你就要有一個回圈嘛 回圈你要設label 設label要先有一個什麼 先有一個冒號 然後再把label名稱打上去 假設一樣叫loop1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不斷的跑到這上面去 做一個某種重複性的運算 loop1 好 那這重複性運算會是算什麼 就你要算1,2,3,4,5 這樣一直算 所以你應該要有一個起始的 起始的要記得在loop的外面 去起始化一個 一個數字 比如說你set一個 起始的指是num2等於1 然後接下來那個num2就要不斷的長大 然後他要怎樣 要加總到一個 一個 總數裡面去 所以你可以set一個什麼 一個 sum1等於0 一開始是0 好 所以起始化的數字做完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做重複性的動作 重複性的動作有兩個 一個就是 要計算 計算要記得set3a set3a 然後這個sum1 要等於什麼 等於sum1 就是自己原本 原本現在 加總是多少 再多加一個 多加一個數字 再加上這個num2 所以 一開始當然就這樣 當然就是0 所以0加1就1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0加1是1 然後 現在變成1了 然後再接下來要1加1變成1加2 1加2變成3 所以你要讓num2長大 所以你要set3a 然後這個num2 要等於什麼 等於num2加1 那你可以簡寫啦 這個將來c c元或javascript一樣 用加等於1的話 它就可以長大 就是每次就是加1 它是等於num2等於num2加1的意思 OK 好 那只是說你最後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比較性 你這一樣是conditional 就是要條件式的什麼 的go to 所以你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if這個num 這個num 比如說num1等於多少 num2等於if這個num2 就是我們要 我們一直長到num2 然後小於多少 小於這個使用者輸入的 小於使用者輸入的數字 小於使用者輸入的數字 使用者輸入的數字是什麼 是這個num1嘛 那你就要go to loop 那一樣這邊有個問題 你要把內容 而不是num2 我這邊NUM它以為是一個字串 那你要給它內容 所以你剛一直長大的這個NUM2 譬如說它本來是1,2,3,4 一直到 如果使用者輸入10的話就這樣 就變得到9 如果9小於10的話就會繼續 GoTo 去GoTo上面去然後就這樣就把它 加進來 所以理論上會加到9 如果設11就會加到10 好 那最後你要把它印出來 你加總的結果 ECHO 這個SUM1 那一樣是 這個 結果就要怎樣 用%%符號把它 內容顯示出來 OK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程式我們就沒有去 做Debug 正常你要Debug 你要在Loop裡面 就直接把內容 把它顯示出來 你要把那個 SUM1跟NUM2把它顯示出來 OK 好我們測試一下看這個答案是多少 所以假設你 Input 11 比如你Input 11 那就會做 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10 那答案是55 這個我想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在這次數字幕 就… 說明 我們在這次數字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